昨天晚上我收到草屯的一個社團演出嘛 那演出一切順利到結束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大家說再見啦 然後祝大家新年新希望 那我的助手已經關掉錄影了 因為他準備要幫我收道具了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兩個男子直接衝上台 然後他就直接翻開我的道具 然後就把秘密機關的那一面朝著觀眾 直接指給大家看 然後一副欸就在這裡唷 不過說真的下台之後 我內心非常的受傷 久久不能自己啊 我覺得為什麼表演者要受到這樣的對待 完全是不公平的 而且不是只有我受到這樣的對待 有太多的表演同業 曾經都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對待 但能做的是什麼 以客為尊嗎 服務為大嗎 收了錢就要完全的往肚裡吞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人跟人之間要有基本的尊重 昨天晚上到今天大家很多很氣憤 還說要肉搜他們兩個人出來 或者是叫誰出來道歉 一定要把人抓出來 一定可能要做一個處罰或什麼的 其實這並不是我所樂見的 已經變成是在製造仇恨啊 對立啊 沒有必要 其實透過這個事件 讓全台灣很多觀眾 很多人都有機會去想想 喔對我也沒想過 台上的表演者花很多心情 我都要好好的尊重 其實這個目的就已經達到了 所以請大家不要再去肉搜這兩位 在製造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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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製造仇恨